哈囉,大家好,我是Tiger 自從帶了智慧手錶後 我發現我帶Galaxy Watch的回頭率 竟然比Apple Watch還要高 這讓我蠻訝異的 畢竟Apple Watch現在的市占率 還是站穩龍頭寶座 而當我回答這是三星手錶的時候 他們大多滿頭問號 說你不是拿iPhone嗎? 這樣搭配可以喔 太奇怪了吧 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聊聊看 iPhone搭配Galaxy Watch 到底是怎麼樣的使用體驗 一起來看看吧 先從外觀來說 這種Galaxy Watch原型的表面 就是比較經典、比較好看 Galaxy Watch有純黑的螢幕和窄邊框的設計 還有一塊Super AMOLED的螢幕 比起Apple Watch的OLED螢幕 有更棒的色彩表現 能夠金主提供必要的資訊 這兩款都是原廠運動表帶 戴起來非常的舒服 跟Apple Watch一樣有5ATM的防水 兩款都擁有自動追蹤運動監測 全天候心率監測 比起Apple Watch靠著強大第三方App的支援 Galaxy Watch原色系統及引入 睡眠頻繁機制 包含四個階段 清醒、快速動眼、淺眠 跟聲眠 一般接受訊息監測全開狀態下 電力大約可以支撐一天半 甚至可以安穩的到第二天回家才充電 戴著Apple Watch是可以享受 蘋果生態系的流暢體驗 但其實搭配Galaxy Watch 同樣可以操作音樂播放、大小聲等等 但是手錶外觀卻是完全不同的體驗 玩力蘋果一成不變的朋友 可以買一支來玩玩看 用iPhone搭配還是會有一些功能被閹割掉 例如Samsung Pay、導航、跌倒偵測 用手錶控制相機等等 總結我平常上班還是會戴著Apple Watch 畢竟它給我同步很多行程規劃 或是發票、促成、載具等等 但是休假時我就會想要把Galaxy Watch 帶出去曬一曬 而且它絕對有比Apple Watch有更多的討論空間 因為它就是比較漂亮啦 一支手錶的外觀也能夠影響一整天的心情 進入到Galaxy Watch App裡面 就有很多種表面可以都選擇 以下就簡單介紹幾種我常用的表面吧 首先我們介紹這種三眼表 像是Seiko、浪琴這種三眼表 大致上就是一些計時小秒盤、日期、星期等等 那我們智慧手錶當然就是顯示給你 心率、步數等訊息給你 而且這個表面的秒針也會滴滴答答的在響 非常的酷 另外就是像勞力式水鬼錶這種展現財力的表面也有 簡單的用羅馬數字顯示 而且有小窗格顯示日期 這種深藍色背景 雖然沒辦法像是機械錶那樣Hardcore 但顯示在這種原型表面還是非常好看的 最重要的是這些表面還有個小巧思 就是移動手錶的時候 手錶會有類似反光移動的感覺 再來就是屁孩錶 這種超屁但是資訊量超多的表面也是一大堆 你看它有心率區間消化卡路里 步伐、喝水等等資訊 雖然夠屁但真的有夠苦 影片到這邊差不多要結束了 那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分享一下吧 掰掰